打手枪到底有多爽 今天准备三把不同的大口径左轮手枪 试试它们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这三把左轮都是发射12.7毫米的手枪子弹 只不过枪管的长度不同 可能很多人对12.7毫米的手枪子弹没有概念 把它和常见的9毫米子弹放在一起 你就知道两者的差距 老规矩先热个身 首先用格洛克来挤枪 9毫米的后座力很小 声音也很清脆 接下来试试12.7毫米的大左轮 左轮的后座力非常大 但热身并不能看出威力上的差距 接下来拿出一块空心砖看看效果 首先是格洛克 接下来再摆一块 用大威力左轮试试效果 一发就把空心砖打得粉碎 如果对威力没有概念 接下来打气水就能看到更好的效果 格洛克的9毫米虽然也能打爆气水 但大左轮的威力更加惊人 接下来再打砖块 格洛克只能把砖块击倒 而且只打掉了其中的一部分 而大左轮一枪就能把砖块彻底打碎 下面再换成西瓜 格洛克只能把西瓜打裂 再来看看大左轮的 不得不说 大左轮打西瓜的艺术成分很高 接下来试试纯净水桶 说实话 这个最能证明效果 先是格洛克对水桶连开好多枪 直到清空弹夹都没能把水桶打爆 接下来再来看看大左轮的 这次用短板枪管试试效果 只用了一枪 水桶就被打成了两半 可见大左轮的威力真的很强 但这些都不够直观 接下来用钢板试试效果 先用格洛克来一枪 格洛克只能把钢板打出一个凹痕 现在换大左轮 大左轮直接把钢板打出一个大洞 把后面的空心砖都直接打碎 所以说如果你想打手枪 还是要打左轮手枪 威力大又好玩 怪不得行驶走肉里的瑞克要用左轮枪 真的能一枪打爆丧尸头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